绿豆具有清热解毒 而且消水肿的功效喔 在夏天食用可以降火气 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肠胃的蠕动 帮助减少便秘的问题 地瓜则有促进肠道好菌的生成 改善肠道健康的功效 甜甜的冰湿蜜地瓜 更让小朋友们直接爱上喔 大家好 我是微笑主厨微菜老师 擅长健康料理 低脂低温 坚持用好食材喔 年年夏日 绝对不能少了消除的甜品喔 一解闷热感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自己动手做 两道甜品 一道是冰湿蜜地瓜 另外一道是要搭配我们的 绿豆仁西米露的甜汤喔 不管当下午茶 或者是晚上饭后 给小朋友吃 也都非常的合适喔 我们赶快来看看 今天的料理到底要怎么做啰 我们先来煮这个绿豆仁西米露 那我用压力锅 只要秒杀 相信我不要一分钟 不要五分钟 只要秒杀 所以我下面把它放上这个绿豆仁 洗好的绿豆仁直接放进来就好了 好那记得要喇一下 因为洗过它会凝固 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拌开一下 让它充分吸收到这个水 还有啊这个水 记得要用冷水不要用热水 我所谓的秒杀就是上升两条线 就关小火 那这个时候我放进来的对不对 就可以开火啰 另外上面 我们要放的是西米露 西米露有时候会觉得不好煮 那我们用压力锅秒杀喔 但是记得一样 要给它拌下去 有没有看到 大概要把它全部都拌开 不要有结球结块 然后全部都拌开了之后 因为它你煮的时候啊 它会浮起来对不对 教大家一个佩服 我们就把这个蒸隔 再把它放上来 所以当它浮起来的时候 完全会被它挡住 这样子就可以轻松用压力锅 煮出这个甜品 同时有两道 因为我们这个绿豆仁 跟这个西米露 都是非常快用压力锅 等一下真的只要两条线 就要马上熄火咯 那它在煮的过程里面 当然要来做这道 我喜欢这个地瓜 是台农66号的地瓜 它会比较小 刚好一条一条 煮起来非常的可爱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地瓜 给放进来 那通常销好之后 我会把它泡在水里面 避免它发黑 好 这个地瓜放进来之后 倒水 水不要太多喔 我只要大概这样子就够了 在地瓜的三分之一的高度 就是我要蜜地瓜最好的一个水量 这个时候不用再等煮好 再蜜糖 这样太慢了 今天用的是休闲锅 直接把二砂倒进来 均匀地铺在它上面 好 让它等一下边蜜 然后这个糖呢 就直接蜜到这个地瓜里面了 好 用二砂 那个香气就会很香 不要用白砂 那另外你要再更香的话 可以再加上这个黑糖 就会又更香了喔 好 那同样的方法 你当然除了蜜地瓜 也可以蜜芋头 都可以这样做喔 最后呢 等到快要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柴燒 麦芽糖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子就有非常完美的 冰丝蜜地瓜喔 大家都学会了吗 今年夏天 自己也来动手做做看 这两道养生 而且又富含营养的甜品吧 绿豆具有清热解毒 而且消水肿的功效喔 在夏天食用可以降火气 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肠胃的蠕动 帮助减少便秘的问题 地瓜呢 则有促进肠道好菌的生成 改善肠道健康的功效 甜甜的冰丝蜜地瓜 更让小朋友们直接爱上喔 夏天两大绝配甜品 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加分享 想要在底下留言 给我一些意见的 也都非常欢迎 也欢迎大家可以指定菜色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瑞士顶级料理锅具 台湾精品家库厨房用品 都在瑞康屋商城 赶快进入购买页面 结账前输入我的 8月折扣码 VVAUG 就可以享有影片中 专属优惠喔